沐浴乳保養品各式餅乾 还有头发饰品琳琅满目的商品 让购物栏不知不觉 越装越多 而且他们还有专属柜位 让你可以直接试用美妆用品 柜子里面还贴心提供了卸妆用品 供你使用 美妆主力站区强大贴心服务 隔壁更直接开启五金百货 不只卖修缮配件 同一间店也有卖零食卫生纸 保雅要靠停留经济提升客单价 客单的部分呢 目前大约是落在五百到六百左右 其实我们是希望每四万人的空间呢 就可以占一间的保雅 去城市不只要在明年 切入药局市场 还持续强化虚实整合服务 目前全台会人数已超过六百五十万人 还经常有出新特卖 稳居龙头宝座 却有强抵颈椎 那接下来两百坪的店 会在今年有一些更旗舰型的店会出来 借助一点点在百货得一点学习的经验 喊出要把康氏美打造成小百货 狭带统一集团优势 旗下品牌点数更可以交互使用 药庄三雄积极布局 屈城市目前超过五百八十家 年底前还要开五家 长照旗舰门市 康氏美四百二十家药局打百家 保雅则有三百六十八家 不过日系药庄品牌日药本铺松本清等遍地开花 本土药庄如何守住江山 口罩松绑让药庄零售加数突破六千八百家创新高 在国际观光客加持下今年上半年销售额更比二零二零年增加超过一成 业者各自出招要瞄准两千亿元的市场大比 三地新闻 虚国欢迎来听台北报道